宫的秀女进宫第一天就遇到了皇帝的宠妃祥平 看着一张张青春秀丽的面庞 祥平决定要给她们一个下马威 只见她走到秀女西凌春面前 仔细端想过后说道 本宫还以为是什么倾国倾城颠倒众生的游物呢 原来也只不过比其他庸枝薯粉稍具姿色而已 一旁的秀女兰轩听不过去了 她直接对了回去 庸枝薯粉是指那些年华老去青春不在 需要靠枝粉来遮盖脸上瑕疵的女子 而兰轩和各位姐妹年方十八 青春少爱 即使不是枝粉 站在阳光底下依旧明艳照人啊 既没有枝又没有粉 请问娘娘何谓庸枝粉之数 祥平气了就要动手 没想到兰轩却说宫中规矩 许骂不许打 打赢不打脸 如果祥平打了她就会触犯宫中规矩 祥平也只好作罢 可是一向牙字必报的她 怎会轻易放过兰轩 她便用以下饭上的理由 罚所有人一天不许吃饭 由于一天不可以吃饭 大家都对兰轩抱怨远远 兰轩却表示自己是看不惯祥平侮辱她们 才会强出头的 可是她们并不领情 表示宁愿说祥平侮辱 也不需要兰轩多管闲事 连累大家都没有饭吃 被大家责备的兰轩 晚上独自一人躲在角落里哭泣 西凌春发现她和安慰道 你顶着祥平娘娘的话 真的是很过瘾 听到西凌春的话 兰轩立马破替微笑 这时他们突然发现有人在放孔明灯 是和他们一起进攻的秀女景真 原来景真进攻前 就有一个两情相悦的男朋友 景真进攻当了秀女以后 只好把这份感情连通孔明灯一起放掉 三人越聊越投缘 于是决定结拜为姐妹 我 复查兰轩 我心灵局楼春 我 波尔自己的景真 在此结为姐妹 从此以后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犹豫肚子的 三人便决定一起去找东西吃 他们竟然跑到了御药房 没想到还真让他们找到了 这就是山药啊 这东西可以吃的 真的啊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进来了 他们赶紧躲了起来 原来是全非派过来的人 来给祥平安太药里放多太药的 下完药后 太监就端去给祥平了 蓝轩由于上午的事还在记恨祥平 便觉得祥平是罪有应得 西林春却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孩子是无辜的 于是他偷偷地跟了过去 想提醒祥平 没想到却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 衣服里拿出了一个垫子 原来他是假怀孕 老天爷保佑 让皇上多来我锦人公几次 好让我真正怀上龙胎 然而这一切都被西林春看到 他的肚子是假的 那十个月后他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 修女们聚在一起跟某某学习公规 这时全非派人给修女们送新衣服 一个长相俊秀的太监走向了景真 他塞给景真一张纸条 约他晚上见面 不料这一幕都被某某看见了 景真抬头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青梅竹马 荣广海 晚上他把这一切告诉了两位姐妹 他们都支持景真去见面 晚上景真按照约定去见荣广海 没想到某某一直在后面跟着他 而这一幕又被西林春看到 他感觉事情不妙也跟了上去 景真来到约定地点后 荣广海一把就抱住了他 某某看到他果然在撕回男人 立马就去告诉了祥平 祥平听完很是满意 立马带着他们去桌间了 西林春看到祥平过来了 赶紧跑去提醒景真 让他们赶紧离开 没想到景真突然摔倒了 眼镜祥平要过来了 西林春拉着荣广海就跑胎了 这时祥平带人过来了 把景真带走了 荣广海很是懊恼 没能带景真一起走 他想回去就景真 西林春拦住了他 他让荣广海放心 自己一定会救出景真的 此时祥平正在言行逼供 他想要景真说出男人是谁 没想到景真却坚持说 自己只是在散步 并没有撕毁男人 这时西林春来了 他要求单独和祥平谈谈 秉退左右以后 西林春以祥平假孕的事 要求他放过景真 祥平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 西林春离开以后 祥平气得直跳脚 他知道假怀孕的事快要瞒不住了 于是他决定以此来报复西林春 第二天 祥平来到秀女门居住的中翠公 因为一时感触 他想再看看自己以前住的地方 祥平点名要西林春带路 在路上祥平把自己曾经 出卖好姐妹的事告诉了西林春 为的就是告诉他 防人之心不可无 特别是一不小心得罪过的人 就好像现在 我只要轻轻地一松手 那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就开始碰子身边的秀女 把即将到来的大货 转嫁给秀女西林春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只留下西林春一脸懵地待在原地 然而当太医给祥平把埋食 才发现祥平并没有怀孕 可祥平并没有感到害怕 而是威胁太医 太医权衡再三 最终答应帮祥平隐瞒秘密 当皇上得知龙胎没有保住时 他龙颜大怒 直接下令将西林春刺死 还不准任何人为他求情 全非尝试着为西林春求情 这时祥平出来了 没想到他却一反常态 替西林春求情 他说如果杀了西林春 只会给死去的孩子涂添冤魂 因为他深知皇上喜欢大度的女人 这样一来 他不仅能顾宠 还有可能登上后尾 而皇上被祥平的真诚打动 同意饶了西林春 但把他罚到新者库为奴 祥平知道新者库根本不是人带的地方 这必杀死西林春更痛快 同时他还买通了新者库的婉情姑姑 让他来折磨西林春 然而西林春没想到的是 他刚来新者库的第一天 他的室友就上吊自杀了 可是又不能换房间 他就蜷缩在墙角睡着了 随后又被婉情姑姑吓了一跳 原来姑姑收了响品的好处 为了折磨他 天还没亮就叫他起床 接着带他到院子里学规矩 他让西林春当好两个杯子 之后就往杯子里倒开水 疼得他哇哇大叫 最终他受不了把杯子摔了 他知道姑姑就是故意折磨自己 他说与其这样受罪 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随后就跑出去躲在门口哭 如果的权威看在眼里 他劝西林春要想成大事 必须学会忍耐 以你的天资 再加上有人提点 这种日子不会太长久 一番劝说之后 西林春似乎想通了 原来全非以前也只是新者库的奴隶 多分了婉情姑姑命筹帷幄 他才当上了太子的侧附计 成了如今的全非娘娘 眼见祥平丢掉龙肿 反而动手宠爱 全非为了成功当上皇后 这才来到新者库求婉情姑姑帮忙 没想到却遭到了婉情的拒绝 因为婉情还在记恨全非 之前没有履行帮自己出宫的承诺 西林春看到婉情姑姑的能力 为了翻身 他直接下跪 你要干什么 求姑姑再配 皇后 竟然找来景真的父亲花大人 帮自己变卖珠宝 这样他才有银子收买众位大臣 花大人知道私运宫中物品是大罪 直接拒绝了 没想到祥平竟然用女儿景真 撕毁男人的事威胁他 如果他不帮忙就把此事上报 花大人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但是私运宫中物品目标实在是太大 花大人表示自己还有一个赚钱的好办法 那就是贩卖鸦片 祥平为了挣钱便同意了 并且跟他保证会好好提些景真 随后花大人找到景真 让他以后不要再见容广海 并且提醒他一定是有人告密 他们的事才会被祥平发现 景真却说只有他的两个好姐妹 蓝轩和西林春知道 花大人说人心隔肚皮 这种事怎么能让别人知道 景真想到那天蓝轩一直却说自己去见广海 他有些怀疑是不是蓝轩 他就是想置你于死地 至于西林春那天就是他救的自己 而且还要帮自己带信给广海 他肯定不是告密的人 花大人却说 景真受了父亲的影响 看着西林春为自己和广海送信 怀疑他别有目的 他打算跟荣广海一刀两断 并且不再让西林春帮自己送信 西林春本想把事实告诉荣广海 可是看到他一脸期待的样子 他又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拿了一封画着圆圈的信给他 荣广海看着回信一脸失落 他一定是不想再见我 他决定放弃我 西林春却说不是这样的 他拿起信就给荣广海翻译了起来 荣广海听完很是高兴 沉浸在甜蜜的假象中 这边景真为了能够上位 开始对付对他有威胁的秀女 而他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自己的好姐妹蓝轩 这个秀女受父亲的影响 怀疑自己结拜的两个姐妹 接近自己另有目的 为了自己上位之路更加平坦 他开始对付自己的好姐妹蓝轩 这天恰逢祥品邀请秀女们一起听戏 景真便想接祥品之手除掉蓝轩 他送给蓝轩一只精美发簪 而这只发簪祥品也有只一模一样的 但是祥品不允许别人跟他穿戴一样的首饰 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然而蓝轩去参加聚会的路上 碰到了西凌春 西凌春看到蓝轩头上的发簪 顿旦不妙 蓝轩的簪子和小命娘娘的一样 蓝轩 你头上的簪子 蓝轩告诉西凌春簪子试景真送给自己的 西凌春让蓝轩不要带簪子去参加聚会 可是蓝轩不理解 执意要带去 少女们看到蓝轩的簪子都快好看 蓝轩也很高兴 向大家却要是景真送的 景真谢谢你啊 真的很漂亮 我们是好姐妹嘛 这时祥品来了 景真看到祥品今天并没有带这个簪子 很是失望 回去的路上 蓝轩把白天西凌春不让他带簪子的事告诉了景真 景真认为西凌春已经知道了他的计谋 我不能让他破坏我的计划 于是他往自己的衣服里放了一根针 而衣服是西凌春送过来的 所以管事太监警告西凌春 如果景真有什么问题 那么你的小命就不保了 这时受伤的景真过来告诉太监 是自己不小心把真掉进衣服里的 跟西凌春无关 见景真这样说 太监便不再追究 带众人走后 西凌春向景真表达了感谢之情 没想到景真一把推开了西凌春的手 今天这件事主要是告诉你 以后别多管闲事 要不然的话我对付你 是件很容易的事 西凌春这才知道景真故意设计来陷害自己 只是因为他揭穿了景真陷害蓝轩的事 西凌春没想到曾经的好姐妹变成了这副样子 景真却说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蓝轩怂恿我去见广海 然后再向祥品娘娘告密 你帮我和广海带信 无非就是想找一个竞争对手对吗 西凌春想要解释 够了 以后大家该怎么相处 大家各凭本事 但是你记住 我是有能力把你推向深渊 男人一个转圈圈抱住祥品 顺势吹灭蜡烛 然后偷偷地躲起来 让旁边的男人顶替自己 你到底是安雪晨还是杜菊生 就在几个月前 湘平登情人杜菊生私会 不料权妃带人前来捉奸 湘平为了保全自己 不惜拿剑刺死了杜菊生 还让人把他扔在了乱葬岗上 没想到杜菊生竟然没死 他隐姓来宁在一个戏班座打杂工 而安雪晨自从在宫门口 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他就一直想办法进入皇宫 没想到不但被人骗光了钱 还差点成了太监 在跑跑途中见义勇为 救了礼布上书府里的大总管 大总管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收留了安雪晨 并让他去码头做搬运工 没想到他们搬运的竟然是鸦片 安雪晨想到自己的父亲 就是被鸦片害死的 愤怒之下一把火烧光了鸦片 结果被同伙按在地上打 这时都为荣广海接到密报来抓烟饭 这才救下了安雪晨 安雪晨拖着受伤的身体 晕倒在了城墙下 正好被路过的戏班少女银秋救下 自此安雪晨就一直在戏班养伤 这天戏班接到通知要进宫唱戏 安雪晨便想一同入宫 却遭到了班主的拒绝 没想到杜菊生却找到了安雪晨 想要和他做个交易 与此同时 戏班抬柱子小叫天的嗓子 突然发不出声音 众人惊慌失措 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 这时外边突然传来了唱戏的声音 众人循着声音过去 原来是安雪晨 班主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当即同意了安雪晨一同进宫 殊不知 这只是杜菊生跟安雪晨演的双簧 就这样两人都顺利进了宫 在一次戏扳演出时 祥平突然发现安雪晨的唱枪 和当年的菊生一模一样 于是把安雪晨当成了菊生 屡次向他示好 这是我们的定情之物 你还记得吗 虽然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一直收藏着 安雪晨看到一旁的杜菊生 便想成人之美 蜡烛一吸烈就把他推给了杜菊生 导致祥平分不清谁是安雪晨 谁是杜菊生 但是这也不妨碍他夜夜找安雪晨思慧 这一次我要紧紧地抓住你 不会再让你离开了 橘胜 橘胜 是从前有一个太监 有一个太监 下面呢 下面 下面没有了 自从西凌春知道好姐妹景真 为了尚未不择手段以后 他就一直很伤心 这天他偶然遇到了 曾经在宫外帮助过自己的安雪晨 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在安雪晨身上痛哭了起来 为了得西凌春开心 安雪晨带着他偷溜出了宫 给他制造了花瓣雨的惊喜 这才博得了美人一笑 然而就在他们回宫的时候 竟被太监总管刘玉贵抓了个正着 随后 刘玉贵就把他们带了回去 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 这时一块玉佩从温雪晨身上掉了下来 刘玉贵点起一看 竟然是祥品娘娘的玉佩 如果得罪了祥品娘娘 那肯定会没有好果子吃 正巧晚请姑姑念及西凌春的救命之恩 来跟刘玉贵要人 刘玉贵便做了顺水人情 放了他们两个 随后刘玉贵找到祥品想讨些赏赐 祥品看到玉佩后 脸色大变 刘玉贵健壮 心里窃喜 告知了事情的人为 并且告诉祥品已经把男人放了 说完就让长喜去拿银票 还有皇上御刺的百花蜜 可长喜打开柜子一看 只有两瓶和顶红 长喜瞬间明白了祥品的意思 他把瓶子上的标签撕了下来 随后拿给了祥品 祥品将它赐给了刘玉贵 不知情的刘玉贵高兴地接过毒药 然后一口就把它干了 喝下去后 刘玉贵表情开始痛哭起来 接着就口吐鲜血 祥品却说自古以来 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 刘玉贵气急败坏 拼着最后一口气 掐住了祥品的脖子 要和祥品同归于尽 这时一个人影跑了进来 一脚就把刘玉贵揣开了 随后就跑了出去 自从上次祥品被神秘人 从刘玉贵手上 就像以后 他就一直怀疑 每天跟自己夜夜声歌的人是谁 这天晚上 他们两人朝常做完运动以后 祥品拿出藏在床下的夜明珠 这才看清了男人 竟然就是杜玉贵 祥品被杜玉贵的话打动 这时杜玉贵提出要带祥品出宫 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祥品答应了 并把自己的首饰盒给了杜玉贵 谁知第二天祥品竟然反悔了 他告诉内务府自己的首饰盒不见了 于是带着一群人来抓小偷 此时的杜玉贵 还满怀期待地等在宫门口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祥品的背叛 起了杜玉贵武功还很高强 三下午除二就把这群官兵打倒了 他来到祥品身边 质问他为何这么对自己 你早知道我是这种人 不是吗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没有 从来没有 听到这话 杜菊生心碎了一地 祥品趁机拔下簪子就自向了他 随后就被赶来的官兵勤获了 不得不说 这女人是真狠啊 晚上 外出两个月的道光丽终于回宫了 他疯疯活活地赶来看望祥品 两个月不见 真想死了 看到祥品相受了不少 皇上满眼的心疼 赶紧把带回来的大麻花地上 随之祥品看见这油腻的麻花 突然感觉很恶心 一旁的宫女说 祥品最近总是恶心呕吐 没想到太阳一番话直接让皇上翻了脸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祥品娘娘已经有了一个月的身孕了 这个妃子怀孕了 皇上却十分震怒 原来皇上出差两个月搬回到宫里 祥品竟然有了一个月的身孕 皇上怎么也想不明白 后宫严禁男人出入 祥品是如何怀孕的 而那的肩膚到底是谁 一旁的太监提醒皇上 最近宫里来了一个戏班 也只有戏班里才有男人 皇上命令荣广海一定要把肩膚揪出来 随即荣广海带兵包围了戏班所住的利景轩 不允许任何人出入 他告诉西林春如果找不到罪魁祸首 那么整个戏班都得完蛋 西林春知道杜菊生和祥品的事 于是来到大牢劝杜菊生自首 不要连累那么多人给他陪葬 杜菊生本来已经外面俱灰 可是听到自己和祥品有了孩子 就想抓住西林春这个救命稻草 他让西林春想办法把自己弄出去 只要他跟祥品离开皇宫远走高飞 这样就能洗脱戏班其他人的嫌疑 西林春表示 杜菊生太看得起他这个公寓了 你把救命的机会全押到我身上 不是太冒险了吗 一点都不冒险 小吉营大牢的钥匙就在荣广海的手里 荣广海舍不得你死 你舍不得安雪晨死 这就是我最大的筹码 为了救心爱的人 西林春只好借给荣广海送高点的机会 偷偷拿走了大佬的钥匙 此时的祥品为了留掉孩子 正在卖力的跳绳 他天真的以为只要孩子没了 皇上就还会像以前一样宠爱他 这时杜菊生从后面出现了 对于这个出卖过自己两次的女人 他竟然没有一丝埋怨 反而 你永远都是我的人 天上人间 你跑不掉 傻瓜 你真是个大傻瓜 于是两人就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私奔 然而还没走到公门口 荣广海就带着人追来了 原来是西林春告发了他们 于是杜菊生再次使出高强的武力 越过众多官兵把西林春劫了过来 然后一路逃到了悬崖边上 眼见官兵追了上来 祥品拿起刀就放在了西林春的脖子上 并且要求荣广海准备一箱金子和一辆马车 不然就要杀了西林春 荣广海害怕西林春受到伤害 就答应了祥品 然而这却让杜菊生很是不满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荣华富贵 于是转过祥品把西林春推了出去 弓箭手抽准时机 一箭射穿了祥品 杜菊生抱着祥品用力往前一顶 远半人就双双领了盒饭 然后两人相拥掉进了水里 说明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了 菊生到寂寞 我想回家 我爹说 宫里的男人除了皇上 都是公公 公公是不长胡子的 你也没有胡子 难道你不是公公 戏班少女迎秋夜游皇宫 没想到竟把皇上当成了太监 刚才还因为被绿玉门不已的皇上 瞬间就被这个单纯可爱的少女逗乐了 皇上问他什么事这么着急 盈秋说自己的朋友生病了 要去太医院拿药 于是皇上七绕八绕地给他指路 见盈秋一脸蒙 便决定带他去 皇上问盈秋之不知道公敬以后 私自出宫时砍头的大嘴 盈秋表示自己不知道 但是就算知道 也会出来 皇上问他为什么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朋友受苦啊 能做你的朋友可真好 至少你对他是真心的 皇上被背叛后 盈秋的这份真心对他难能可贵 仿佛看到了一道灿烂的阳光 他对盈秋暗生好感 盈秋离开时 落下了一块画着脸铺的手帕 皇上捡起手帕 水吸着手帕上的香味 全然忘记贝绿的事情 第二天皇上叫来全非 让他去寻找手帕的主人 盈秋听说此事 他知道杜菊生跟祥平的事 肯定会牵连戏斑 为了救大家的命 他决定向皇上献身 他找到全非 承认了自己就是手帕的主人 随后盈秋就被册封围了荣贵人 当晚就被安排事情 盈秋沐浴之后就被抬到了龙床上 他忐忑地等着皇上的到来 当皇上推开门进来的时候 盈秋才知道皇上 原来就是那天遇到的公共 还没说几句话 盈秋就跪下为戏班的人求情 求皇上饶命 求皇上饶了我爹和丽景轩一干人的 杜菊生和强平娘娘的事 他们不会乱说的 皇上一听不开心了 让他赶紧闭嘴 要是换作别的妃子 都上赶着讨好自己 你为何要说这种煞风景的话 难道你来伺候朕 就是为了给他们求情吗 谁知盈秋依然不开窍 还是希望皇上先答应自己 皇上要盈秋再放过西班人命 和获得恩宠间选择 盈秋选择了前者 皇上拂袖而去 谁知路上皇上竟被一口弹卡住了 夜时间竟然不能呼吸 这时被房顶的安雪城看到 你是什么人 这个女孩只是跟皇上见了一面 就被策封为了贵人 新婚之宴 盈秋贵求皇上不要因为杜菊生跟强平私会的事 迁怒于西班 这让皇上很是不悦 什么时候天子想要一个女人 还要首先答应一个条件 皇上让盈秋再放过西班人命 和获得恩宠间选择 盈秋选择了前者 皇上拂袖而去 回去的路上 皇上急火攻心 一口弹堵住了心脉 恰好被董医术的安雪城救下 皇上念安雪城救驾有功 便封他为羽仪长流宫中 第二天 戏班的其他人准备离开皇宫 除了丰厚的奖赏意外 皇上还赐了他们每人一杯酒 怎料一行人走到半路 忽然所有人都感到父同男人 原来皇上赐得净是毒酒 自古帝王最无情 他自己被戴帽子的试传扬出去 居然真的杀人灭口 班主拉着马车想要走得更远一些 如果女儿不知道自己遇害的话 或许在宫里能好过一点 这天银秋照常将自己的月缝 交给了李公公 让他帮忙交给父亲 李公公接过凤银欣然答应 一旁的小太监却说 戏班的人不是都被刺死了吗 李公公赶紧让他闭嘴 并给小太监上了一课 做人最讲究的就是变土 要不然哪来那么多银子 然而这一切都被西凌春听到了 他找到银秋 看着他凄惨的样子十分心疼 你的手 你干嘛这么拼命啊 我不能在我爹跟前盛欢西下 心里总是觉得对不起他老人家 现在能在宫里多秀一些秀品 拿出去卖换一些钱给他 我也觉得安心一些 西凌春想到钱都被李公公私吞了 感到愤愤不平 于是把真相告诉给了银秋 你和西班子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皇上在他们出宫的时候 就已经赐了毒酒给他们喝 银秋一时难以接受 他拿起剪刀就要去杀了皇上 西凌春拦住了他 抱着他安慰他 可到了晚上 银秋换上了戏服 在皇上的必经之路唱起了戏 看着这撩人的身姿 皇上顿时有了重新宠爱他的想法 谁知银秋忽然眼神一变 举起剑就刺了过去 就在这时 玄妃突然出现挡在了皇上身前 可是皇上却下令不要伤害他 银秋骂他是个大骗子 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皇上得到自己 于是拿起剑自杀了 然后愤怒地离开了 对受伤的玄妃没有一丝关心 这个秀女正在花园里捉蝴蝶 却一直也捉不到 看到蝴蝶飞走了 情急直下喊了出来 别走啊 谁知皇上就在前面 听到有人叫他 便停下了脚步 看到是皇上 蓝轩立马跪下请安 奴婢 扣见皇上 皇上仔细瞅着蓝轩 却也想不起他到底是谁 蓝轩便主动自报家门 奴婢是这一届的秀女 奴婢叫蓝轩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么稚嫩 皇上看蓝轩如此喜欢蝴蝶 又长得十分雕致 拉起蓝轩说要送他一千只一万只蝴蝶 说完就拉着他去做修修的事 事后皇上呼呼睡起了大觉 蓝轩看着躺着身边的皇上 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突然他想起时间有些晚了 要是再不回去 乌苏嬷嬷又该骂人了 于是他小心翼翼的下床 丢下熟睡的皇上离开了 没想到在路上竟然遇到了好姐妹景真 他迫不及待的跟景真分享了这件喜事 皇上联系我啊 景真瞬间就变了脸色 极度知心全写在了脸上 当听到蓝轩说明天皇上就要凑风他时 景真更是坐不住了 不知道这次又要如何去陷害蓝轩呢 第二天 乌苏嬷嬷抱着几匹丝绸找到了蓝轩 说是宫外有人送的 蓝轩这个眉心眼的姑娘 直接高兴地收下了 还把丝绸都送了出去 自己只留下了一匹 这时旁边的景真却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其实丝绸就是景真安排人送的 而且还在里面藏了鸦片 就是为了陷害蓝轩 之后他还带头去全非纳到发蓝轩 昨晚蓝轩半夜时候匆匆来到奴婢的房间 他要将所有的金银珠宝 同奴婢和各位姐妹交换 只不过就是想把送出去的丝绸拿回去 奴婢心生怀疑 打开丝绸一看 发现里面有好多鸦片 奴婢知道事关重大 立刻前来禀告娘娘 你的动作倒是挺快的 想离头宫吗 全非纳后后宫这么多年 怎么会看不穿景真的把戏 但是转念一想 蓝轩刚来就受到皇上的青睐 以后可能会危机自己的地位 还是要为长远考虑 于是决定借机除掉蓝轩 西凌春知道好姐妹蓝轩肯定是被陷害的 于是去找男友安雪辰商量救出蓝轩 这边蓝轩的全部家当都被搜了出来 他还傻乎乎的囚警针救她 他不知道就是这个好姐妹害的自己 此时安雪辰站了出来 说蓝轩得了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如果不及时隔离 可能会危机整个中翠宫的秀女 全非将信将疑 但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他还是将蓝轩交给了安雪辰 蓝轩哭着闹着骂安雪辰庸医 说不知安雪辰这样做 只是为了救下他的性命 自从上次选秀 警针被选上以后 他就一直没有被皇上召见侍寝 询问皇上身边的李公公才知道 他的绿头牌被权妃收走了 于是他带着上好的皮毛来讨好权妃 没想到被权妃侮辱了一番 他让警针把衣服脱下来 看着他的一身兵姬玉夫 权妃狠施嫉妒 南海的夜明珠 缅甸的翡翠 再名贵的珠宝 又有什么用呢 照样比不过 一身兵姬玉夫 穿上衣服回去 不过 本宫也提醒你一句 你这身肌肤 早晚也会像本宫一样的垮下来 警针只好信心离去 为了见皇上一面 他只好另想他法 当他得知太后染上鸦片时 他故意在太后的必经之路 偷偷吸食鸦片 果真被太后撞见了 警针向太后解释 自己又是患有哮喘病 需要鸦片来救命 太后则一边绑玩着烟锯 一边告诉他 在宫里私藏鸦片是违反公规的 这可是要杀头的 警针解释道 好端端的 为了享受吸食鸦片固然有罪 不过为了医病救命 那就不同了 凡事都应该学会临时变痛 这些话简直就是太后的心声 之前就是为了缓解身体的疼痛 才染上的鸦片 如今是越来越离不开他了 可是皇上在禁言 自己又不能公开唱反调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的话 这后宫的是非就会少得多了 警针的行为 让太后觉得两人是同病相连 不由地对警针更添一份喜爱 其实哀家记得你 那次在选秀的时候 是你身上的香味把皇上给吸引过去 警针则趁机向太后告状 说全非打压他 把他的绿头牌撤了 不让他试寝 太后正愁没机会对付全非 要不是他把玄武门围的炎炎实实 自己怎么会一点鸦片都弄不进来 你说不上倾国倾城 倒也算是颠倒众生了 只要你听哀家的话 哀家一定保证你 后宫家里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个女孩被太后当作礼物送给了皇上 皇上抬起女孩的脸 竟然是选秀那天那个香气逼人的警针 原来选秀当天皇上并没有注意到他 为了引起皇上的注意 心机满满的警针打开了手中的香囊 皇上顺着香气走到了警针面前 看着面容交好的警针 皇上把最后一个欲如意交给了他 一旁的全非看到如此心机的警针 瞬间就有了危机感 于是借着自己统领后宫的权利 偷偷把警针的利头牌撤掉了 警针为了得到皇上宠信 便去找全非示好 没想到被侮辱了一番 警针转头就去了太后身边 他知道太后跟全非因为鸦片的时闹得很不愉快 太后染上了鸦片 而全非主张禁烟 导致太后一点鸦片都弄不进来 为了给全非点教训 太后决定把警针献给皇上 分一点全非的宠爱 太后自作主张把警针封为了贵人 显然皇上也很满意这个小美人 自此皇上就得警针宠爱有加 然而警针的父亲却提醒他 要想真正坐稳江山 却和全非一争高下 就只有为皇家带下螺丝 警针却说生孩子的事 也不是自己想生就能生的 况且皇上的身子 也不像二三十岁的小伙子那么强壮 只怕有心无力 这天警针突然不舒服 皇上赶紧过来看望 询问太医病情如何 太医瞥了一眼警针 立马跪在地上请求皇上饶命 皇上以为病情很严重 让他赶紧说怎么了 太医结结巴巴地说 警贵人他 他 他 他有喜了 皇上一听高兴的手足无措 当场把警针从警贵人身为了警贫 明明没有怀孕 竟然还逼着太医说谎 看警针的表情就知道他又要作妖了 这天又是西林村 他在宫门口正好碰到了警针宫里的太监兰兽 西林村很是奇怪 明明刚刚才见过 怎么现在跟没见过似的 于是他试探地说 果真这个兰兽是假猫的 连想到警针怀孕 他便在想这个太监是不是男人 于是他向太医院的小苏拉咨询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出男人是不是太监 小苏拉告诉他有一种药物 女人和太监喝了可以补身子 男人喝了就会上吐下泻 于是趁着太监们排队喝药的机会 小苏拉帮了一碗餐有药物的汤药给了莱兽 听说汤药可以补身体 莱兽接过来一口气就喝光了 没想到药效这么快 刚喝下去他就说肚子疼 赶紧去茅房了 看来这个莱兽确实不是太监 不出意外的话 皇上又要被律了 这个心机女为了博得皇上的同情 竟然挂起白领要上吊 皇上健壮连忙阻止 原来邪凌春发现来寿不是真的太监以后 为了获得全非的信任 他将一切告诉了全非 于是全非来到太后这里告发紧真 说用寿宫里有阉割未尽的甲太监 可太后明显偏袒紧真 并不相信全非所说的 见太后不相信 全非就要把人叫来厌名正身 没想到太后却已没有圣旨唯由制止了她 并且要等皇上狩猎回来再抓人 全非则表示这种事情就是要速战速决 如果等皇上回来 那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果太后同意她把人带走关押起来 那么等皇上回来查不出什么的话 她甘愿交出凤印搬到冷宫去居住 太后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来寿被关押了起来 全非命人严加看管 任何人不得接近来寿 这时西凌春又出来搞事情了 原来西凌春进宫是来找全非报仇的 她的父亲之前是太医院的院判 全非逼她为那些怀孕的妃嫔打胎 可是西凌春的父亲不愿意 全非就无限西凌春的父亲贩卖鸦片 然后把她父亲处死了 于是西凌春到赌场找到了真的来寿 原来她和那个假冒的来寿是双胞胎兄弟 到了晚上 西凌春带着男扮女装的真来寿 来牢房探望贾来寿 荣光海根本对西凌春没有任何防备 直接放了他们进去 就这样 西凌春很容易地就把贾来寿换了出来 几天后皇上收敛回宫 没想到竟然看到心爱的嫔妃要上吊自杀 询问才得知爱妃被冤枉了 于是叫来众人要把事情弄清楚 这时李公公带着来寿进来了 回皇上 奴才已经验过了 来寿的的确确是个货真价实的太监 权妃被当场打脸 但是她依旧认定 景真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皇上的 只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 于是她过去对景真说 究竟是不是龙种 等生下来查一查 一切就明朗了 太后生气地说 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 哀家就让你再嚣张十个月 到时候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女人自作孽 结果胎儿不足月 剩下了一个死胎 另一边 在冷宫的蓝轩也到了生产的日子 由于不受宠 没有产婆愿意过来接生 所有的产婆都在景真那边伺候 还好西凌春看过母亲帮别人接生 还让蓝轩放轻松 放轻 准备蜡烛 见到还有白布 把龙子上都有水拿来 接着拉下帘子准备接生 呼吸 深呼吸 在西凌春的陪伴与鼓励下 蓝轩最终生下了一个小阿哥 而另一边的景真还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中 这时景真身边的宫女告诉景真 蓝轩生了一个小阿哥 景真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生出了一个邪恶念头 她要把蓝轩的儿子据为己有 并且警告所有人 你们全给本宫听好了 如果谁把小阿哥厌弃的事泄露半点丰盛 你们全都得人头落地 接着她让产婆去禀告皇上 自己生了一个健康的阿哥 随后内务府的罗公公来到冷宫 她告诉蓝轩皇上听说她生了一个小阿哥 很是高兴 于是下指让她抱过去瞧瞧 西凌春觉得有些可疑 蓝轩生孩子的事并没有承报给内务府 皇上怎么会知道 于是西凌春借着小阿哥刚睡着的理由 搪塞罗公公 并且说等阿哥醒了 蓝轩会亲自抱过去的 怎样屋里的蓝轩不乐意了 他怕皇上等急了会生气 就把孩子交给了罗公公 根本就不听西凌春的劝说 没关系的 孩子是我生的 难不成还能变成别人的 于是罗公公就抱着孩子离开了 此时西凌春确认想愿不对劲 皇上召见不仅没有圣旨 就算是口谕也应该是皇上身边的李公公来 于是他悄悄地跟了过去 没想到罗公公竟然抱着孩子来到了景真宫里 不一会几个宫女晃晃晃晃晃地抱着一个孩子出来了 西凌春觉得事情可一遍跟了上去 没想到竟然看到他们买了一个夭折的孩子 西凌春这才明白 原来景真的孩子夭折了 他这是要理戴桃江 而皇上得知景真生下孩子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低血厌亲 他不允许自己再被戴一次帽子 结果两滴血融在了一起 证明这确实是皇上的亲生骨肉 可怜的兰轩就这样为别人做了嫁衣 太后也趁机夺了权非的凤意 交给了景真 并且因为升了皇子立下大功 景真又被太后升为了景妃 谁能想到 这场风波最后的受益人竟然是景真 给六阿哥喝酒 他就会生病 希望这样可以把皇上引过来 这个狠心的母亲竟然把酒掺在奶里 为给刚出生的孩子喝 只是为了能见皇上一面 自从上次景真偷偷把蓝轩的孩子据为己有 等皇上低血验亲 证明孩子是皇上的骨血以后 皇上便对景真十分愧疚 整日流连于景真宫里 而权非甚至自己人老朱皇 已经不能再拉住皇上的心 于是他让西凌春出宫学习歌舞 帮他拉住皇上的心 西凌春为了得到权非的信任 一口答应 他来到了京城第一歌舞房 拜千岁红为师 经意外撞到中套木张哥和景真父亲花梁娥密聊 西凌春躲在门口偷听到了一切 原来华梁娥仗着女儿是皇上的心宠 他不仅窜着大臣们上座丽景真为皇后 还扩大了鸦片生意 奈何资金不够 穆章娥提议挪用户部的银子 你是户部上手 挪点银子来用用 那还不是小事一桩吗 再把鸦片放入户部库房 户部是你的地盘 就算鸦片的事露了底 也没人敢忘理查 当晚西凌春回宫就将此事回禀了权非 权非听完很是高兴 决定利用穆章娥除掉花梁娥和静非 第二天 权非就召见了穆章娥 他故意说出花梁娥盗用库银私藏鸦片的事 希望穆章娥能再朝堂上揭穿花梁娥 穆章娥可是个朗犹条 怎么能不明白权非的意思 于是在朝堂上穆章娥反口要立权非为后 皇上大怒 你奏折上要立权非 现在又要立权非 你这是把立后当成儿戏了 穆章娥解释道 花梁娥就此倒台 景真知道父亲被打入大牢以后 就要去见皇上为父亲求情 谁知皇上在气头上 谁也不见 并且命人将景真看管了起来 不许他迈出功为乙步 景真没想到皇上如此绝情 为了能见到他 景真就对刚刚出生的六阿哥下手了 这个母亲好狠心 竟然把掺了酒的奶 为给刚出生的孩子喝 一旁的宫女告诉他 景真说不能眼睁睁 看着父亲去死 就在当刚 忽不上书花梁娥 因为挪用酷银贩卖鸦片 被皇上打入了大牢 为了能见到皇上替父亲求情 他只好将酒味给了刚出生的六阿哥 果然皇上听说六阿哥生病了 急忙赶了过来 看着满脸通红的六阿哥 皇上满眼的心疼 太医却说六阿哥只是发烧 脸红是正常现象 吃过药就会没事了 皇上这才放下心来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景真哭着跪下向皇上求情 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娘 父亲是有当爹又当妈把自己拉扯大 自己小时候发烧的时候 父亲也会像皇上紧张六阿哥一样紧张自己 希望皇上可以看在他的面子上 饶父亲一命 看着哭得离花待雨的爱飞 皇上顿时有些心软了 告诉景真会在律法的允许下 饿他父亲一命 然而让皇上没想到的是 众位大臣不仅上都处死花凉额 还要让皇上降罪于景真 皇上很是生气 这时全飞来了 刚要开口皇上就制止了他 他以为全飞是来落井下石的 远没好气的让他回去 全飞却说自己是来替皇上非忧的 如果皇上不想处置景真 那只能杀了花凉额 如今这案子已经摆在了眼前 假如不杀花凉额 他们一定会觉得 景飞有左右皇上的能力 到时候一定会种植成成 让皇上处置景飞 假如要是杀了花凉额 并且重重地处置了 伯尔基基特家族 他们就会觉得 景飞在皇上的心里 没有什么位置 那么他的死活 当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皇上听完觉得挺有道理 于是处死了花凉额 同时也保下了景真 而牧章额怕权妃出卖他 就带领所有官员支持权妃为后 皇上本来就觉得权妃能担重任 于是顺水推舟地将权妃立为皇后 但是权后深知自己年纪大了 他知道色衰而爱持 于是打算动用西凌春 拢住皇上的心 过几天 皇上就要到南院狩猎去了 本宫会安排好一切 让你隆重登场 于是第二天在狩猎场上 皇上一不小心 就射中了一个采花美人 这个宫女被皇后精心装扮去诱惑皇上 只是因为皇后人老朱黄 已经留不住皇上的心了 于是她决定安排个自己人在皇上身边 而西凌春也明白要想复仇 必须得到皇上的宠爱 这样才能有机会搬到皇后 为了确保西凌春能成功俘获皇上的心 皇后还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只见宫女拿出一个小盒子 皇后又小手指歪了一点 然后轻轻一吹 整个房间瞬间香气四溢 这是西域进贡的催情伞 能起到诱惑人的作用 诱惑你懂吗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皇上上钩了 第二天 皇上外出狩猎 突然看到草丛中一阵响动 于是拉起弓箭射了过去 不料竟射中了一个美人 皇上飞奔过去 一把搂住了美人的鲜鲜细腰 一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后 皇上终于看清了美人的模样 这时侍卫赶了过来 西凌春一把推开皇上 扶着一旁的小叔对着皇上娇羞一笑 之后便匆匆离开 显然皇上兴致未尽 用力瞬息着手上的余香 等到狩猎结束 皇上直奔皇后宫女 他支支吾吾 有些不好意思地问皇后 皇后笑了 没想到皇上这么容易就上宫了 他告诉皇上是有这么一个人 而且他还是自己特别调教 要献给皇上的 皇上一听开心极了 直夸皇后机贤会 又有母仪天下的风范 皇后望皇上对西凌春是否满意 皇上乐得直点头 皇后对西凌春的表现十分满意 打算三天以后就让西凌春侍寝 这时木章窝带着茶超的 花梁窝家的名册面见皇后 西凌春意外在名册里看到了父亲的名字 他不相信父亲会贩卖鸦片 于是他假见皇后知名项目章而询问此事 得知父亲确实是因为鸦片被杀 与皇后无关 西凌春意识信念崩塌 跑了出去 当皇后听到安雪晨遇害时 她受了刺激一下子晕了过去 明明是她派人杀到安雪晨 为何现在会如此激动 就在今天 西凌春偶然发现 父亲却是因为范燕被砍头 等皇后并没有关系 她的信念一时间被摧毁 自己一路走来 为了报仇付出了所有 也做错了不少事 害死了不少人 她来到悬崖边 想以死来偿还这一切 关键时刻 安雪晨出现拉住了她 为了打消西凌春求死的念头 安雪晨跟她讲了皇后的故事 当年皇后因为父亲犯了罪 不得不离开心爱的男人入宫服役 圣性好强的她不甘心被人驱使 于是接近当时 备受先皇宠爱的皇上 成了她的侧附近 不料她的青梅竹马 却在此时进京了 还成了她丈夫的门客 此时皇后才知道 荣华富贵没那么重要 于是他们借着林青芝 乱逃出了皇宫 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小宝 本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没想到男人却染上了鸦片 你要烟还是要我 我要打烟 皇后伤心欲绝 直到有一天看到皇榜 如今的皇上在寻找自己 为了禁烟 她狠心离开了自己的儿子 回到了皇宫 西凌春很疑惑 为什么她对皇后的是那么清楚 安雪晨说自己就是故事里的小榜 她来到皇宫就是想再见母亲一面 如今知道母亲过得很好 她便想带着西凌春离开 而西凌春也决定忘记一切 重新开始 他们约定晚上在桥上见面私奔 皇后得知西凌春要跟安雪晨走 便令人暗中杀死安雪晨 安雪晨早早的就等在了桥上 没想到没等到心爱的女人 却等来了一大批杀手 而此时的皇后打开了安雪晨 送给她的匣子 这才知道原来安雪晨就是自己的儿子 她敢去幕府阻止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女人精心装扮了自己 她要去刺杀当今皇后 因为皇后害死了她的父亲 和她心爱的男人 她找到皇后向她坦白了自己进宫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行刺她 皇后一脸雾水 本宫跟你无冤无仇的 你为什么要行刺本宫 你杀了我阿玛 我说这个名字想必你不会没收 皇后恍然大悟 怪不得第一次见到西凌春 就觉得十分熟悉 原来是昔日好友的女儿 西凌春问皇后为什么要杀害她的父亲 皇后辩解不是她杀的 西凌春怒不可 也许我阿玛确实最有应得 那安大哥的 他是你的儿子 他入宫就是为了想见 想看看五岁时就离他而去的额娘 而习惯了宫廷的不择手段 以至于亲手毁了自己的儿子 你知道吗 这真是杀人诛心啊 皇后没想到 自己做了那么多错事 到头来都报应到了自己儿子身上 西凌春恨透了皇后 可是又没办法去杀她 是因为你是我最爱的人的额娘 她实在是厌倦了在仇恨中过日子 于是拔下簪子就要自我了断 皇后拦住了她 告诉她恶朔不是罪有应得 而且她还拿出了恶朔的绝笔信 原来恶朔不愿意辜负皇后 所以故意贩卖鸦片被抓 一心求死 西凌春看过父亲的信之后 伤心欲绝 我真的是阿妈心甘情愿的 原来我阿妈心里一直喜欢你 皇后趁机劝西凌春留下 和她一起禁烟 因为这是恶朔和安雪城共同的心愿 西凌春答应了 另一边皇上还在焦急的等着西凌春事情 这忽然觉着像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一样 有心急有怕见着她 突然听到动静 皇上激动地转过身去 没想到竟然是皇后 皇上脸色一变 怎么是你呢 臣妾是来告诉皇上 刚才大喇嘛给春儿算命 说她的八字跟皇上相克 不能士气 皇上只当是皇后吃醋 后悔把西凌春献了出来 没想到皇后还带了两个美人来伺候皇上 皇上一看更加生气 说完便愤愤离去 七年后 西凌春俨然已成为皇后身边的一把好手 没想到在一次行动中 她被烟饭识破 在逃跑途中 竟意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手拿经验感 一脸霸气的女人 曾经是个天真善良 后来又被关在冷宫的气飞 原来七年前蓝轩剩下皇子 被锦珍抢走以后 蓝轩就彻底对皇宫失望了 于是她镇着西凌春睡着 偷偷拿走了西凌春的腰凯 离开了皇宫 没想到七年以后 蓝轩霸气回归 掌管了洋人在京城的所有生意 就连穆章要搞鸦片 都要求她帮忙 蓝轩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 鸦片这种事 可是要掉脑袋的 穆章阿雀说 有静妃坐靠山不用担心 原来皇上静淹卓有成像 为了防止应以挑事 皇后带领六宫结衣缩时 为战事筹备军项 因此太后的受贷也要从简 太后十分生气 景真为拉拢太后 答应将她的大寿伴得风风光光 太后把希望权寄托在了景真身上 为了尽快搞到一笔钱 景真找来穆章阿 想跟她重新做鸦片生意 穆章阿心存戒备 景真表示不记恨穆章阿 而是把父亲的死记在了皇后头上 如今皇上只有四阿哥和六阿哥两个皇子 景真表示想跟穆章阿合作 六阿哥也渐渐大了 太子之位只有一个 本宫以后养张大人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因此穆章阿才找到兰轩 想重新做起鸦片生意 当兰轩听到是景真要做鸦片生意时 她便想到当初那个还在墙堡中 就被景真抱着的孩子 于是她要求花梁阿带她进宫 什么时候大人带我去见娘娘 什么时候我就把货交给 于是第二天兰轩就跟着穆章阿进了宫 进门就看见自己的儿子跟景真母子情深 兰轩心里很不适滋味 当景真转头看见兰轩时 着实被吓了一跳 他生怕自己的秘密被揭穿 赶紧遣散了所有人 景真质问兰轩这次回来有何企图 和你一样 想帮六阿哥登上皇位 景真咁笑一声就平民 今日的兰轩和以前的兰轩不同 兰轩炫耀自己的财力 最大的货源可是在我手上 在你拒绝我之前 我希望你想清楚 因为你拒绝的很可能是一座金矿 和皇后的皇冠 景真确觉得兰轩别有心思 恐怕是你想利用本宫的关系 得到太后的皇冠吧 说完景真就让兰轩赶紧离开 生怕他跟六阿哥接触 母子相认 谁之一转头 兰轩就跟六阿哥玩起了球 景真如临大敌 这可把景真吓坏了 本来是来看西凌春笑话的 没想到自己差点没了小命 原来在安雪晨死后 荣光海一直守在西凌春身边 并且还为西凌春放弃了升职的机会 西凌春身边所有的人都告诉他 不能辜负荣光海 西凌春有些动摇了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 荣光海在跟老师学 长相思这首曲子 那是安雪晨生前经常给他吹的曲子 西凌春这才下定决心要嫁给荣光海 没想到结婚当天 西凌春竟偶然看到了 一个长相酷似安雪晨的男人 西凌春以为是安雪晨不想让自己嫁人 于是跳花叫离开 另一边的荣光海一直等不到西凌春 难过地遣散了宾客 皇后不谅解西凌春的举动 便罚她在太阳底下跪着 景真知道西凌春逃婚的事 赶过来看西凌春笑话 其实逃跑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要是同床异梦那就更痛苦了 当听到皇后要是免西凌春 这次就看在广海的面子上饶了她了 景真依然怪气嘲讽皇后包庇下人 如意啊你这是同人不同命啊 跟了本宫这个没用的竹子 稍有差池 却得挨打受罚 不像皇后娘娘身边的人 有了竹子庇佑就算逃婚 逆旨也不过跪上几个时辰而已 皇后说你这是在责怪我处理事情不公道吗 谁知景真却说皇后是六宫之手 当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哪里像我这个小小嫔妃 只能照着大清律律 一步步按部就班 丝毫不敢逾越 皇后没想到景真为了惩罚西凌春 竟然搬出了大清律律 只好按照律法惩罚了西凌春 她罚西凌春去营造司当处娘 并且没有自己的允许不许回宫 景真偷向 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没想到接下来皇后的一番话 直接让她吓尿了 妹妹熟读大清律 应该清楚 妃嫔是没有资格跟皇后平起平坐的 否则就是忤逆大罪 等同谋反 妹妹该死 一时间忘了大清律规矩 还请皇后娘娘恕罪 皇后让她快滚 趁自己没改变主意之前 否则景真你的漂亮脸蛋就别要了 没想到景真转身就来找西凌春 挑拨她和皇后之间的感情 听说皇后娘娘让你到营造司当厨娘 人谁无过呢 你之前帮了她那么多 她应该包容的 接着趁机让西凌春帮自己做事 没想到西凌春人间清醒 多谢娘娘美意 奴婢在皇后娘娘那儿当差 领自己该领的赏 受自己该受的罚 活得心安理得 不劳娘娘操心 简直不是抬举 今天是这个女人的大会日子 可是她并不开心 因为她嫁给的并不是自己心爱的男人 她掀开叫帘 竟然在人群中看到了死去多年的爱人 她有些惊讶 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当再次掀开叫帘 看到那人还在时 她便跳下轿子逃婚了 他追着人影来到了桥上 却再也没见到安雪晨 而另一边 结婚被放鸽子的容广海虽然很难过 但是她并没有生西凌春的气 她只想知道西凌春逃婚的原因 西凌春解释自己看到了安雪晨 容广海以为她思念成疾 心疼坏了 当即表示会一直等她 为了逗西凌春开心 容广海带着她出宫游玩 还给她准备了一个惊喜 当来到之前学务的歌舞房 看到七年未见的好姐妹蓝轩 西凌春高兴坏了 蓝轩 又见到你了 两个好姐妹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男人骑着马过来了 蓝轩啊 他们是你朋友吗 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 西凌春和容广海看到男人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她和安雪晨实在是太像了 蓝轩姐是男人叫扎尔凡 是自己的男朋友 虽然长得很像安雪晨 但是她并不是安雪晨 因为她是从小在广州长大的 西凌春看着这张和安雪晨长得一样的脸 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 这让扎尔凡有些莫名其妙 还好容广海及时拉住西凌春 化解了尴尬 西凌春被皇后罚去营造司做厨娘 没想到扎尔凡竟然是营造司的头 再次相遇 西凌春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直盯着她看 扎尔凡好奇 你一直都习惯这样看人吗 西凌春心痛难忍 在眼泪流出来之前跑走了 西凌春找到蓝轩 向她确认扎尔凡到底是不是安雪晨 在得到了否定回答以后 西凌春伤心离去 谁知扎尔凡竟对西凌春产生了兴趣 蓝轩吃醋 为了不让她爱上西凌春 她谎称西凌春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还抢走了她青梅竹马的恋人 她对我青梅竹马的恋人说 说她长得像她之前的未婚夫 她还在她面前哭 惹人同情 扎尔凡信以为真 对西凌春没了好感 这天营造次完工 工人们请西凌春喝酒 借着几分醉意 西凌春把扎尔凡认成了安雪晨 安大哥 真的是你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 一次都没有 扎尔凡以为西凌春故技重施 决定试探一下西凌春 她帮西凌春擦掉了眼泪 还顺时靠近了她的嘴 西凌春闭上眼睛 原来你就是这样勾引男人的 我长得像你喜欢的人吗 这是我听过的故事当中 最烂的一个 西凌春瞬间清醒了过来 面对扎尔凡的粗言侮辱 西凌春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扎尔凡在皇宫偶遇相遂 相遂以为见鬼了 吓得四处逃窜 从相遂口中得知宫里 确实有个安太医 要是春儿看到你啊 肯定以为安太医又复活了呢 你说的春儿是西凌春 你也认识西凌春 扎尔凡这才知道 自己错怪了西凌春 她后悔不已 太后主动来到景真宫里 提醒她要给自己做寿 原来皇后为了给皇上 筹备军饷 带领六宫结衣缩食 因此太后的寿担也要重解 这让太后很势不爽 景真为了拉拢太后 提出要给太后 风风光光的做寿 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 景真还没有什么动作 太后便来到宫中提醒景真 景真听后急忙安抚太后 既然自己答应了 就一定会给太后办得风风光光的 为了尽快搞到钱 景真决定同兰宣合作 贩卖鸦片 果然景真筹办的寿担 让太后很是满意 景真知道老太婆爱热闹 所以就变着发的让哀家高兴 皇上应该好好地赏赐 我们的景妃呀 皇上见景真 哄得太后十分高兴 决定好好封赏景真 这时皇后搬着一个大箱子 给太后助寿 臣妾给老佛爷助寿 愿老佛爷福泰康宁 万寿无疆 皇上好奇问皇后 准备了什么礼物 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臣妾的这份礼物 有点特殊 还请老佛爷不要见怪 太后没有说话 看了看景真 心想你也准备不出 什么好物件吧 没想到箱子一打开 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 太后高兴 当即表示皇后太客气了 转头又向皇上告状 皇后急忙解释 这并不是送给太后的礼物 而是为皇上筹备的君相 今天是老佛爷的千秋节 今天是老佛爷的千秋节 臣妾也不知道该送什么好 只有这功德一份 相信以老佛爷的菩萨心肠 一定能慷慨解囊 协助皇上 扬莫国威 说完便把身上的首饰 全部捐了出去 皇上瞬间高兴 直夸皇后 不愧是异国之母 太后见状 不得不把寿礼 全部捐了出去 筹备君饷 哀家应当全力配合 皇后这招真是妙 差点把太后 气得当场撬辫子 她是存心在跟哀家过不去呀 留阿哥为太子 此刻皇上春秋顶上 皇后娘娘自然不敢过于嚣张 可是万一皇上百年之后 四阿哥当了皇上 太后劝景真不要太过担心 谁当太子还不一定呢 景真却担心皇后全是过大 皇上又那么宠爱她 肯定会立四阿哥为太子的 太后却说 那就看你怎么想怎么做 谁去讲谁去做 这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 女孩为了搞到五百两银子 竟然绑架了后妈的女儿 不料这一幕被扎尔凡看到 她冲上去想着西凌春 却被躲在暗处的女孩童货打晕 女孩宁叫杏儿 是西凌春后爸的女儿 整天无所事事 却总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 这天好有玉太来找杏儿 说是五百两可以买一个秀女的名额 杏儿心动了 回到家翻箱倒柜 却只找到了两只玉琢 杏儿咒骂西凌一家穷鬼 却是不得放下玉琢 正要离开却被后妈看到 后妈不许 争执间两人打碎了玉琢 即便这样仍没有打破她想要富贵的梦 她向玉太提议绑架西凌春 然后跟荣广海要赎金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只是没想到中间会冒出来个扎尔凡 为了不被发现 他们只好把两人一起带走 不料中途又被杏儿父亲看到 她才迷心窍也要插上一脚 杏儿无奈只好妥协 他们将西凌春二人关在了破屋里 西凌春醒来用力撞醒了扎尔凡 她扯掉嘴里的布条 然后靠近西凌春 接着用嘴把西凌春的布条扯走了 她向西凌春道歉 不甘因为安太医的事误会她 又因为西凌春的痴情对她动了心 扎尔凡找到了一个破碗 试图拿碗割断绳子 另一边容广海收到消息万分交集 恰好皇后的婢女相遂也在旁边 容广海主作相遂不要报官 然后拿着钱只身去赎人 杏儿和玉太拿着诈样 威胁容广海把银子放在地上 容广海只好照做 就在杏儿妇女要拿银子的时候 官兵来了 快把他们围起来 你站住 玉太大骂容广海卑鄙 竟然带来了官兵 谁叫你们来的 我们是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救你 玉太狗急跳墙点人了诈样 把整件屋子炸得粉碎 你敢说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谎吗 没有 那么安太医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所有的人都在捏到事实吗 蓝炫抱住杂尔凡试图挽回她 原来蓝炫为了不让杂尔凡爱上西凌春 便谎称西凌春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导致安雪城误解了西凌春 并对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当从香碎口中得知真的有一个安太医的时候 杂尔凡才知道自己误会西凌春了 于是在去找西凌春的时候 却意外和西凌春被绑架 两人脱溃以后 杂尔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即使我再怎么掩饰自己 当得知自己长得像安太医的时候 他竟然还有些许庆幸 杂尔凡以为西凌春对自己有感觉 一定会答应和自己在一起 没想到西凌春却拒绝了她 并让她好好对蓝炫 被拒绝的杂尔凡回到暴月楼借酒消愁 他质问蓝炫为什么要撒谎 蓝炫解释自己就是太害怕失去她 不得已才撒谎的 杂尔凡一脸冷漠 见杂尔凡不为所动 蓝炫便翻出当年在广州献身对她的救命之恩 原来当年蓝炫离开皇宫之后 就去了广州 偶然遇到了长相酷似安雪城的杂尔凡 看到她被一群人欺负 蓝炫为了救她 出卖了自己的身体 蓝炫自清自荐 可是看不起现在的自己 杂尔凡却说蓝炫是个好姑娘 并且承诺以后会一直保护她 自此蓝炫就爱上了杂尔凡 从那一刻起 我就爱上了 尔凡 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你了 我说过要保护你 就一定会保护你到底 可是杂尔凡却表示蓝炫并不信任自己 因为两人在一起多年 蓝炫一直不让她插手鸦片生意 蓝炫解释只是想保护她 杂尔凡表示自己是个大男人 不想一辈子被女人养活 见杂尔凡情绪激动 为了安抚她 蓝炫承诺不久后安排她压祸 第二天 杂尔凡偷偷偷出来和一个神秘人见面 此人就是皇上唯一重任的禁言大将皇大人 原来杂尔凡是被她派到蓝炫身边坐卧底的 为的就是将蓝炫的犯罪组织一网打尽 蓝炫已经答应 等一切上了轨道之后 就安排我压祸 好 只要她让咱们知道压祸的渠道 到时候一网打尽 就不是难事了 杂尔凡问如果蓝炫被抓到以后 她会怎么样 贩卖鸦片者 死 临走前皇大人劝告杂尔凡 不要因为儿女私情破坏了禁言的任务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安排到那个叫蓝炫的身边 大人救了我 我的命就是大人的 那就好 两位阿格比赛骑舍 六阿哥满载而归 而年长的四阿哥却空手而归 没想到皇上不仅没有责怪 反而好好奖赏了四阿哥一番 原来太后一心想推六阿哥上尉 故意提醒皇上要立四 皇上决定要试试两个儿子 太后明知四阿哥不善骑舍 六阿哥精于骑舍 故意要他们在马背上比试 皇上不明就里一口答应 紧真的到内幕消息 加紧了对六阿哥的骑舍训练 皇后看出端倪 想到马上到皇上围猎的日子了 于是命人给四阿哥寻找合适的老师 与此同时 蓝轩找到扎尔凡 让他成为四阿哥的老师 并且让四阿哥输给六阿哥 就可以提前接触他的生意 因为仅真是他的支持者 四阿哥练习骑马 没想到马精了 四阿哥差点掉下悬崖 还好被扎尔凡及时救下 可是却摔伤了膝盖成了瘸子 从此四阿哥自尊受到伤害 自卑地不敢出门见人 还好扎尔凡在一旁暖心安慰 这才让四阿哥重拾信心 扎尔凡拿起销 直接吹出了长相思 你一会吹销 记忆里好像是第一次 可能我是个天才 没想到这销声又被西凌春听到了 他开始怀疑扎尔凡就是安雪辰 四阿哥选中扎尔凡做自己的老师 不仅马上功夫有了进步 而且也变得开朗了 皇后深感安慰 看到扎尔凡的脸也吓了一跳 简直太像安雪辰了 皇上南院围猎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他让四阿哥和六阿哥比试打练 谁射中的猎物多 谁就能得到太宗皇帝传下来的宝宫 不料六阿哥其射能力远远超过四阿哥 四阿哥失去信心放弃了比赛 独自一人坐在悬崖边不肯回去 这时六阿哥也赶了过来 看到四阿哥打到的非常少的猎物 六阿哥很是得意 四阿哥垂头丧气 西凌春却让四阿哥把所有猎物丢掉 六阿哥带着猎物满载而归 皇上直夸六阿哥有自己的几分风采 而四阿哥却空手而归 接着开始解释 看到四阿哥如此宅心人后 皇上倍感安慰 于是六阿哥获得了宝宫 四阿哥获得了皇上的贴身玉佩 西凌春和扎尔凡没来眼去 越走越近 容广海看在眼里 内心不安 于是求皇上赐婚 这时扎尔凡带着西凌春偷偷离开 皇上问容广海看上了哪家千金 容广海抬起头指向西凌春的方向 却发现西凌春早不见了 容广海下不来台 只好指向皇后身边的相遂 相遂又惊又喜 要知道他可是暗恋容广海多年了 皇上同意赐婚 容广海却向泄了气的皮球 扎尔凡和西凌春来到树林的小木屋 在这里他们遇见了皇大人 听说他们要去望月丰看日出 皇大人却显得有些紧张 望月丰早晨的风沙很大 你曾经在那里跌下去过 千万要多加小心哪 听到扎尔凡也从望月丰摔下去过 西凌春很是激动 因为安雪晨也是在那里摔下去的 他向皇大人确认是不是望月丰 皇大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赶忙解释自己喝多了 西凌春认定扎尔凡就是安雪晨 你真的是安大哥 你可以把我当成任何人 只要你愿意 皇大人不想扎尔凡因为儿女私情 耽误禁言大业 于是决定杀掉西凌春 为了西凌春的安全 扎尔凡答应会离开他 第二天西凌春回到南院 皇后并没有责怪他 可知皇上已经给荣广海和香岁赐婚 西凌春很是愧疚 保佑香岁姐 荣大哥幸福快乐 我西凌春愿意折寿十年 为他们祈福 成亲的日子到了 香岁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心爱的男人 此刻的香岁心满意足 他幻想着和心爱之人 附唱附随的情景 没想到等来的 却是新郎逃婚的消息 香岁震惊的同时 内心充满了愤怒 他一把扯掉盖头 绝望地待在原地 太后知道了皇后在宫外结婚生子的事 为了保住皇家颜面 她给皇后端去了一碗毒药 皇后没有做任何争辩 欣然接受 太后临走前嘱托皇后 天黑之前一定要把药喝下去 西凌春在外边听到了一切 她希望皇后可以去找皇上撑腰 可是皇后不想连累安雪晨 更不想皇上为难 她准备悄悄了断 皇后让西凌春帮自己再去看看四阿哥 四阿哥看到西凌春泪流满面 以为皇后有什么事 赶紧跑去楚秀宫 四阿哥冲进房间 看到皇后安然无恙才放下了心 皇后还是不放心四阿哥 跟他交代了围军之道 四阿哥走后 他又来找了景真 他把四阿哥托付给了景真 希望景真能好好提点四阿哥 景真表示自己现在是幸福之人 早已没有了争斗之心 问皇后为何要选他 皇后早就看穿了景真 他只是再等一个机会来扶持六阿哥 皇后把四阿哥交给景真 这样一来可以为四阿哥除去最大的对手 景真也能坐稳太后的宝座 这样百利而无一害的事 景真欣然接受 交代好一切 皇后回到房间喝下了毒药 安然地睡了过去 这边西凌春和安雪晨准备离开皇宫 西凌春忍不住把皇后的事告诉了他 安雪晨崩溃了 他要回去见皇后 西凌春拦住了他 他让安雪晨先出宫 自己要去给皇后守灵 等第二天再去跟他会合 皇上得知皇后和安雪晨的关系 痛苦不堪 来皇后宫中责问 西凌春见状安慰了几句 皇上觉得全世界的女人都在背叛他 欲对西凌春用墙 这时安雪晨进来推开了皇上 四阿哥拿着剑想要杀了安雪晨 西凌春将二人的关系说破 四阿哥不忍心想要放安雪晨走 可是禁卫军却在此时围了上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